AudioJungle 19大代表名单一度被热炒 而照本山近年来的负面消息 也从未间断为期三天的中共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 24日在北京闭幕 会议通过了新任的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名单 名单中共有2158人 根据新届政协名单 原任的22名政协副主席中 有12人未获留任 包括央行刑长周小川 至于新届政协的新面孔 包括中共交通运输部当祖书纪扬传堂 魏纪委主任李斌 海关总数数长于广州 中共中宣部前部长刘喜宝及中共财政部 前部长楼纪委等多名现任和前任中共官员 中共新一届政协委员还包括 中共国务院奉秘书长江泽林 中共广东省政协主席王荣 中共广东前盛长朱小丹 中国政检会前主席肖刚 百度董事长李燕宏 京东集团主席刘强东 前奥运乒乓冠军王立琴 前奥运女子涉及冠军斗力 以及前东奥女子短道速划金牌得主 杨洋等 其他被获留任的政协委员 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前奥运跨栏 冠军刘祥 故公博物院 院长单祭祥 基本法委员会委 袁饶歌平 毛泽东之孙毛新宇等 其中毛泽东嫡孙 中共少将毛新宇 于2008年 被推荐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国政协委员 代表社会科学界 分入第三十二组 此次落选中共政协委员之前 毛新宇被踢出十九大代表的名单 值得关注的是 毛新宇是中共十八大代表 按中共惯例 党代表至少可认两届 但毛新宇只当了一届党代表 即被踢出局 由于毛新宇拥有毛泽东嫡孙的特殊身份 同时也是毛泽东唯一的孙辈血脉传成人 他的落选曾一度引起舆论关注 现年48岁的毛新宇 是毛泽东唯一的嫡孙 毛岸清 于少华之子 毛新宇有驻中共政协委员 军事科学院 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不复不长 少将等LDQUO 光纤LDQUO 头衔 时事 评论员刘瑞少 曾对评过日报分析 以往毛新宇有军头辅助 但现实军队已改朝换改 加上毛新宇位列少将 但过往行为笑料百出 影响军队形象 相信中央在十九大选前 当局只是踢走了毛新宇 以营造军委主席习近平LDQUO 务实制军 Eatco作风 德国之声则 引述时事评论员士的分析称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 中共军队和其他官僚机构一样 非常腐败 基本没有示摩 战斗能力 把毛新宇 安在这样一个位置 年年参加会议 其实也是权力腐败的一个项指 照顾关系 照顾红二代 评论称习近平上台以后 一直驻守重任军队 清理毛新宇这些以前多年师位速参 不发挥作用的人 有利于整顿军队纪律 改变人服于事 的现象 2017年12月份 毛新宇在现任中 国善子 艺术 学会 第五届理事 会会场 此次又落选政协委员 辽宁毛新宇已经彻底退出中共官场 风波中的赵本山 另一个引发媒体关注的 是与尹洛玛的重庆施委 书记薄熙来关系密切的辽宁一人赵本山 中共十八大后 随住江派的失事 薄熙来入狱 赵本山也是丑闻不断 2014年10月 赵本山接连缺席国家 升 是三级的一座谈会后 持续陷入舆论漩涡 中共党媒兵 报赵本山的各种丑闻 赵本山射黑 射黄 被抓 被自杀 家中搜出20吨黄金 作品被封杀等不利消息 宾传 大陆媒体报道 赵本山与迭岭 以及辽宁省的多个官员关系密切 事业LDQUO 风生水汽LDQUO 薄熙来出事后 将派在辽宁的势力受到重创 蝶岭市委常委 开 原市委书记魏俊兴 中共蝶岭市市常林强 中共蝶岭市委书记 午夜松先后落马 海外党媒多为称 赵本山办错了三件事 其中之一就是结交权贵 除了上述官员 他与王立军 薄熙来的私交甚密 赵本山2017年现身九华山拜佛 照片中的他不但头发花白 微风不在 体重也瘦了十多斤 海外中文媒体其抵照 本山在这些年中办错了三件事 一直很后悔 据西浪网报道 LDQUO 十年年来 赵本山曾无数次出入高官府邸 其举办的诸多活动 均有官员争助LSQUO 搭台QUO RICO 2015年 赵本山各种负面消息濒发 先是辽宁 吉林 黑龙江三姓地方电视台 悄悄下架赵本山的文艺节目 央视连续四年不再邀请赵 本山上LDQUO 春晚LDQUO 位于沈阳的刘老根大舞台 也被拆除 关于赵本山涉黑 和被内定微博期来政变 成功后文化不长的传闻又被抛出 接住又爆出赵本山被捕家中 搜出千两黄金等丑闻 随后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LDQUO 中央文艺工作 座谈会儿Q并讲话 但LDQUO 曾作为大陆艺术界一面旗帜的赵本山 未能入选参加LDQUO 习近平当时还谈到文艺作品 要LDQUO 反低俗LDQUO 被认为是说赵本山 赵随后以各种渠道发声 表示 自己学习了精神后LDQUO 激动的睡不住 LDQUO被人怀疑是心虚 从那以后铺天盖地的负面消息 开始充斥他的爷生 中美政治学者牛白宇 在杠媒发表评论文章称 赵本山将艺术低俗化 不止一次被点名 连中共军方媒体都罕见 批评LDQUO 二人转LDQUO 说昏断字的现象 习近平也对DQO文艺沾染是长同臭 SIRDQO表示不满 赵本山作为民间人物 把市场化的做法用到机制 作为艺人把握不好表演内容的雅俗制度 并与中共官场敏感人物走得太近 这都已经触碰了红线 赵的前车之鉴 对众多于中共官场牵连过身的艺人是个提醒 评论称 赵本山因为这些敏感事件微风大减 精神状态大不如前 估计他很后悔去巴结当时的那些权贵吧 赵本山因积极追随江泽民 在中共央视村外诋毁 污蔑法轮功 而发迹 据报 赵本山是薄熙来和周永康密谋政变的核心人物之一 被列为政变后 The LDQUO 文化步步常RDQUO